上周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林怀明双舞座《白水围城》中的白水 今天为大家介绍围城 围城用了俄国音乐大师萧斯塔·高维奇的作品 这个乐曲是他在二战炮火中写下的 充满哀伤和悲悯的音乐 林怀明说台湾和世界各地近年来灾祸不断 他将这些悲痛都编进舞座之中 充满了对土地和人为的关怀 随着苏联大师萧斯塔·科维奇第八号显乐四重奏的旋律 舞者在白色烟雾中使而沉耻着身躯勉强站立 下一刻又惊慌奔逃 这是林怀明的新作《围城》 《围城》的天舞动机来自于 《围城》第八号显乐四重奏 德勒斯登在二战的最后一年 1945年 英美的盟军把这个历史古城 移为平地 1960年Shostakovich到达德勒斯登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战后毁灭的一个形象 所以他《三天》里面写的这个曲子 把它献给法西斯和战争的牺牲者 舞座取名字金刚经理的汶围沉重 林怀明感叹众生如尘埃般渺小 而这也是他对近年天灾不断 世事动乱的不舍 这几年来我在长安想说 整个世界的天灾人火 我想人类一直都有天灾人火 但是现在的资讯这么的密集 所以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什么 通通堆出来 眼前我们有伊拉克 加沙 乌克兰 阿富汗 伊朗 台湾也有前阵的气暴 这些种种东西让人觉得 人的渺小脆弱 所以我想我就想变这个 这一天是星座首度 向媒体公开彩排的日子 林怀明也同时邀请到 乐评加焦原谱来观看彩排 我觉得就是这个音乐里面 传达出来的那些情感 我觉得林老师也全部都抓到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他的这个编舞并没有离开 这个音乐传达出来的讯息 同时也颠覆了他过去对曲子的解读与想象 这部作品讲的是 萨达高一期自己 多过于在讲什么法西斯或二十学大战 可是因为他的这个编舞 让我回想到一个事实 就是这一首《玄学四重奏》 是萨达高一期唯一在苏联之外 然后所写下的主要作品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就是一定是说这个场景 触动了他写下这一个作品 那我们不能把这个场景给就是抛弃掉 故事场景从断圆残壁的城市转到舞台 林怀铭以赤热的红黑与烟雾 因为它是一个压力很重的音乐 那么这里面讲的是悲剧 所以这里面不只是背景是红黑的重的颜色 事实上整个舞台都缩小压低 所以所有的舞者 好像被关在一个黑盒子里面 宛如受困黑盒子里的舞者 如何表达内心的气创 林怀铭说要用肢体 用历练而非情绪和表情 其实我们在编作的时候 老师很不希望我们有太多的情绪 很难吧 又要制造出那个感觉 因为老师说面部表情不能太多 那怎么办 老师是希望说我们用自己的感觉 或是所谓的历练这个东西 你要把所有身体里面 可以表达的那种痛苦跟那种辛苦 要透过你的身体诠释出来 所以其实在围城的创作过程里面 林老师就会常常跟我们讲故事 那提醒我们怎么样 把身体里面的那种爆发力 给表达出来 同样受邀观看彩排的 还有这一次为舞作撰写文案的小说家 洛宜君 对舞作他有着充满想象力的比喻 很像珊瑚礁突然被了石油 那个我们不是有油轮污染吗 我们的整个那个珊瑚海礁 整个都已经被油给杀掉了 然后那边一个黑色的珊瑚礁 仍然在本来在宽宽摆动 变成在挣扎 然后好像那些小丑鱼啊 或是珊瑚礁里面 某些漂亮的这种乐带鱼 想要油出来又被拖回去 好像就是一坨沥青的状态 那最后集体变成了一个 当然一个很典型的 N世纪的一个 一个蒙克的呐喊的脸 舞着宛如出水残喘的鱼 嘴一开一合挣脱求生 看似浓烈激昂的舞作 蕴藏着林怀明对土地人文的悲悯 与关怀充满温度